今天最热门的选战话题就是民进党秘书长吴乃仁表示 未来民进党谁选上五都 谁就代表党在2012年参选 这句话其实说得很含糊 但是外界解读为一旦民进党主席蔡英文当选了新北市市长 是否会在任期中途跑去选总统呢 蔡英文今天忙着澄清 而国民党候选人朱立伦则批评对手根本不想为市民服务 只想着在两年之后的总统大选 虽然前期低温多雨但选前两天扫街行程根本不能停 民进党新北市长候选人蔡英文就从民进党跳仓五周开始 而民进党秘书长吴乃仁24号表示 谁选上五都谁就代表民进党参选2012 担心迎期选民之一变成烙跑市长 蔡英文也忙着解释 我的目标很清楚啦 我就是要选上新北市长 我要实现我的证件 民进党目前党规和提名条例都没有限制条款 党内人士在正副总统或市长选举中 不再像过去只能择翼参选 曾英文强调党内确实没有限制 但参部参选2012还要考量到对选民的承诺 而对手朱立伦在国民党秘书长 新普通陪同下到板桥参拜上香 也顺势紧抓民进党 当选五都就选总统的话题展开反击 我从头到尾只有一个信念 就是新北市的市长需要一位全心全力投入的市长 选民大家心里都看得非常清楚 都能够分辨出哪些人是真正想要把市政做好 替这个城市未来的竞争力努力的 而不是新有所其他的想法 不只呼吁选民要看清楚 选择倒数朱立伦几乎都从板桥出发 也让这个拥有43万最多选举人口的板桥市 决战依未能爆 谢谢小朋友 陈昌伟 台北文化